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在之前的什么瑞德西韦 还是相关的疫苗 相关的解药 后面到这款第三米松 它为什么这么红 我跟大家讲一下 它目前其实只研究了十天 而且只对重症病患有用 就是你已经在床上 已经带着那个呼吸器 对那些人才有用 好像应该说治疗率有两成到三成 其实不低啦 但只对重症有用 那它其实这么红的原因是因为 第三米松这个东西很便宜 就你去药局啊 去架上啊 啪 就摆一堆 太多了 然后因为它其实也不是什么新的用药 它是六十年前就已经在使用的类固存 对 那其实现在英国也在限制出口啦 那不要大家就觉得限制出口 好像这个东西就一定会长 对啊 是吗 因为其实大家都有一个抢货的心理 像我们之前口罩嘛 口罩其实你看大家看一下 现在其实也没有什么缺货 那之前卫生纸 之前卫生纸你记得吗 卫生纸一直乱 只是LINE族群有一个妈妈就传说 卫生纸好像会涨价喔 跟口罩题材 对 有点相关 然后其实后来发现 根本跟口罩的原料啊 什么相关技术完全不一样 那就卫生纸那阵子还是在抢 所以当然我建议大家 如果你要做这个题材 一定要特别小心 它有可能是两天三天的题材 那第三米松这个东西好处就是很便宜嘛 那很适合印度 就是比较落后的国家 现在印度其实他们中南亚 东南亚其实大规模感染啊 所以第三米松这么便宜的药物 就可以使用在这些国家 所以它其实未来会被大股使用 这是一定的 但是它有没有缺货的问题 其实在美国的供应商有说 其实目前啊什么缺货啊 只是加量生产也好 就是完全没有缺货的问题 所以这一块呢 我认为只是题材啦 那大家就可以去稍微看一下 那我们也介绍一下相关个股 就是深打中化南光 如果大家觉得这几檔涨多的话 我给大家一个小诀窍 你可以去注意哪些公司 是投资深打中化南光的 就转投这个角度来去看 这样说不定可以找到 还没起涨的个股 那我只是建议那这档 就是大家可以看看 那其实你觉得追生技股 追防疫股觉得很危险吧 对怕怕的 因为我今天都讲过 防疫股跟设计股这个题材 你不要看每天都在涨 国据那时候从300涨到1300 也是每天都在涨 可是跌下来 你要是有一次没停损 就是跌停跌停跌停 所以我特别注意 跟大家注意就是 防疫股如果它没有基本面的话 你就不用硬去追 我觉得那种钱 不一定是我们该赚的 所以大家特别留意 那如果你想追比较安全题材 来昨天最重大的新闻 金电跟隆达18日同步停牌 那停牌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有重大的消息要宣布 对 那通常就一家公司的话 很难知道它到底在干嘛 可是现在一次两家公司 两家 他们又都是什么 都是迷你LED的公司 所以我们合理 合理 大幅度的那个合理推测 他们应该是要交叉十个五 就是去合作 那方式不一定 有可能是成立一家新公司 或是怎样 但是这两家公司 就有鬼 那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 迷你LED题材 其实我在早上有跟大家说 迷你LED题材 因为这两家公司 大家不要看这两家公司 合并之后 你还去说 我明天要不要去追隆达 我明天要不要去追金电 都不用 你要特别去注意的是 它周边的相关个股 这个题材 我觉得将会是 就从下礼拜开始 应该说从明天开始 会去接棒生技的主流 所以大家都特别 其实从今天开始 就已经在接棒 大家看一下惠特 他是做什么 miniLED设备 掌听 其实在开盘都还有 都还有时间去买 台表科做打建技术 链锁技术 S&T技术 今天也是你开盘 都还有机会买 后面也是到掌听 那其实大家 如果你想追踪产业资讯的话 可以去追踪我的Telegram 其实我在Telegram 跟Lineat里面 都会去 比如每天早上 会写一些产业新闻 那像今天早上 我就说了 市场谣传 就是金电跟隆达 可能会交叉持股 那你去抢金电跟隆达 已经太晚 不如去注意 金电转投资的新贵公司 那时候我在上面有讲 这些新贵公司 因为我们台面上 其实不太讲新贵 所以这下就给大家去查 金电到底投资哪一家 转投资哪一家公司 这间公司今天涨16% 对 那明天我觉得 这个题材上去 大家可以值得注意 那新贵我们不讲 我们再讲下面 我跟大家说 投资要投资在 大家都还没注意的时候 大家其实看 惠特现在价格 已经不低了 那其实我们是在 92块的时候做持有 那其实现在我们成本拉远 所以我叫大家什么 放着不用怕 因为后面 mini LED的题材 还是下半年主流 那这个主流 我们已经讲了好多次 已经讲了好几个月了 所以接下来还会是主流 我们就继续放 我们要赚的 就是一个大波段的获利 所以大家记得 一定要盯紧我们 Telegram的就早上啊 不管下午早上 都可以盯紧这些讯息 是 如果你想要收到 更多产业消息的话 也别忘了加入 Jump的Line App 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谢谢大家